特色美食街 海景堂食餐厅 西式减餐 休闲一战 减一快餐 作为首届肖博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餐饮服务保障区将于3号市运营 据统计 此次共有150多家餐饮企业进驻 设置穷菜美食等6处不同风格的公共餐区 设置餐位超过3500个 每天可满足超过2万人的就餐需求 届时 菜汇人员可以一边逛各式精品展 一边感受舌尖上的海南美味 6号展馆内设此次肖博会期间 最大的餐饮供应服务区 面积约6500平方米 分椰城特色美食馆 特色风味小吃馆 和饮品休闲驿站三大餐饮消费区 共设120个展位 以穷菜为主打 融合多业态餐饮 兼具省内 国内 国外美食 满足每天2万多人次肖博会来宾 多样化高品质的餐饮需求 借助肖博会 穷菜将走出深规 秀出国际范儿 靠山吃山 靠水吃水 辽阔富饶的南海 富裕了海南 海产万类的美誉 海鲜一直是这方水土 给予人们最好的馈赠 热闹的海鲜市场 不仅仅拥有各式各样的海鲜 同时也是各种海鲜爱好者的竞技场 龙虾 鲍鱼 生蚝 海胆 皮皮虾 螃蟹等海鲜 应有尽有 任君挑选 烹饪方式多种多样 蒸 煮 炒 烤都可以 但如果想要保留海鲜的原汁原味 最好的方式还是清蒸 除了海鲜外 海南四大名菜也是声名远播 它们分别是文昌鸡 东山羊 夹鸡鸭和和乐蟹 其中文昌鸡是海南最富盛名的传统名菜 在海南有着无稽不成艳的习俗 想要体现文昌鸡的鲜美嫩滑原汁原味 最好的方法就是白切 但是这种看似简单的做法 却有它不简单的地方 在海南 文昌鸡除了能白切以外 它还能和海南岛上另一种特有的食材 椰子结合在一起 两种食材相互碰撞 既有椰子的清甜 又有文昌鸡的原汁原味 令人回味无穷 海南的美食小吃也是一绝 最著名的当属清补粮 西瓜 西米露 玉米 蜜豆 椰丝 芋头 芋仁 椰子水等放在一起 炎热的夏天喝上一碗 整个人都觉得透心凉 海南粉也是海南最具特色的小吃之一 味浓香 柔润爽滑 刺激食欲 故多吃而不腻 爱吃辣的加一点辣椒酱则更起味 琼海的粗粮小吃则闻名海南 糖水足以杂粮小点就是这里最地道的吃法 在众多琼海杂粮小吃中 鸡屎藤是最受欢迎的一道甜点 我最喜欢的就是芒果沙冰 因为它夏天是最结束的 如果你想一次性品尝多样海南美食 夜市一定是必去的地方 近年来 海南以夜市为引 加快推进夜间经济发展 积极培育旅游消费新热点 助力海南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 海口湾外滩夜市 海大南门夜市 海肯花园夜市等逐渐发展为网红夜市 或旅游必打卡夜市 不少游客慕名而来 特别放松 然后大家生活节奏也不快 然后晚上几个朋友聚在一起 喝小酒 吃点烧烤 觉得蛮舒服 海南如何借助萧博会契机 开展餐饮促消费 为餐饮门店消费引流呢 就这一话题 我们来联系中国人民大学 发展中国家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彭刚 彭先生您好 请您为我们解读一下 过去来讲 我们是要把客人请到家里边 请到村里边 才能去展示我们的手艺 捧出我们的美食 现在不一样了 现在大家从海外到了萧博会 只要在萧博会上 它来了 我们把我们的美食送上去 它就可以了解 另外来讲 萧博会的这种了解 和我们平时不一样 首先来讲 它有强大的宣传 现在这种媒体 包括自媒体来讲 能量大家都知道是非常大的 传播天涯海角 深入千家万户 萧博会不仅通过 食品 餐饮来传播我们的这些饮食文化 另外来讲 我们通过很多文创传品 通过其他的消费品 能够把我们这些东西送出去 我们可以在那放电视片 通过讲这个故事 甚至我们可以把人打扮成我们这个样子 游戏等等这些 才可以调动一切积极的宣传手段 通过各种各样的媒介方式 能够来传播我们的产品 弘扬我们的饮食文化 再一个来讲 就是我们应该去了以后 不仅仅是给来这些人吃 就这个机会来讲 那么建立起海外分销的这样的机构 可能就要订货 可能就可以出口 这些来讲 都是比在这儿 只是吃一次 了解一次 要更有战略意义 也更具有商业价值 好的 美食加旅游已经成为很多人的选择 消博会期间 海南如何以美食促旅游 助力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呢 彭先生 美食就是旅游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 因为大家玩得越开心越高兴 最后吃的欲望越大 吃的也越多越丰富 从正规的五星级酒店提供正规的国际上的 各种各样的餐饮菜系 到我们国内的这些 然后从方式上 从大餐正餐 到大家平常说的小吃 全方位的去满足不同种类的消费者的需求 然后你比如说 不同的文化风俗 包括像我们这儿 水果蔬菜这么多 把这些呢 做一个种类来讲 全部呢都应该提供 海南的餐有海南的餐特点 你比如说 热带水果了 有很多是在内地是吃不到的 海鲜 其实到了海南 处处都有海鲜 另外还有我们离家饭 少数民族的这些 旅游和美食来讲 是相辅相成 我们在提供美食的时候 实际现在已经远远的跨越了 或者超越了这种所谓国府 吃饱了 这样一个概念 更多的来讲 是具有一个海岛风情 具有一个旅游特色 那么这样的话 寻找他们内在的联系 内在的逻辑 你比如说 我们到了离寨了 你肯定你椰子 菠萝等等这些热带水果 就是主打 你到了海边了 海鲜就是主打 那么根据不同的消费者偏好 根据它的需求 有很多来讲都是触景申请 不到这个地方不吃这个东西 所以像这些来讲 那么旅游越来越丰富了 所以也为美食的这种供应发展 创新也提供了很好的契机 好的 感谢彭先生的解析